大家好,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战神班的团队如何对抗充满暴力的统治者 本次为大家解说超爽电影《鬼影特工》 戴尔自幼失去双亲,在郭尔院长大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初一的科学展就开始研究磁铁 并以出色的成绩压到所有对手,赢得冠军 很快他利用自己所学,成为了优秀的发明家 创造了一堆黑科技 跟踪和隐藏人们的数字踪迹 有些甚至卖给了中情局 很快这个家伙就负得流油 慢慢的他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他开始用钱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 但是政府不敢出面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亿万资产 打造正义之剑 所以在一次自由飞行中成功制造假死 隐瞒所有人改头换面 创建了《鬼影特工团》 此后世上再无戴尔 在他的手下有着超级无敌的成员 在各个领域都是拔尖的人物 有他们的加入,戴尔如虎添翼,战无不胜 加入《鬼影特工》的成员 都完成了一次假死 这个世界上再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团队成员对彼此也是一无所知 这是戴尔对他们的硬性规定 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 富甲一方的戴尔 曾经在托尔吉斯坦边境做慈善 这里有10万人正想方设法逃离暴力统治 军方的暴力镇压导致100万人流离失所 光是戴尔所在的营地就超过8万人 几乎一半以上是儿童 戴尔自幼失去双亲 对孩子们的无助他感同身受 有了戴尔的救助,孩子们的痛苦生活得到了缓解 可是好景不长,再次发生暴乱 炮火连天,死伤无数 军方更是残忍地投下了毒气炭 戴尔疯狂地发放防毒面罩 但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始终有限 能挽救的生命寥寥无几 看着孩子们惊恐的眼神 戴尔心里恨透了这里的管理者 托尔吉斯坦的管理者叫念武 他生性残暴 对所有不归顺者使用暴力手段 他在身边还有四个坏将军驻为虐 而他的弟弟念文生性善良 讲究人孝之国 念武对于一直干涉自己内政的弟弟 也没有手软 夺了他的兵权 将他软禁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戴尔看着满地的尸骸 决定推翻念武的暴力统治 发动一场争变 扶念文上位 念武这边由于频繁发动战争 甚至用到了被禁止的化学武器 新闻机构和外国政府 都强烈谴责他的暴力行径 念武对这些不屑一顾 依然我行我素 并且故意泄露战争过程 表达决心 激发人们的恐惧 于是鬼影成员们商量 在四个月后的亡灵节爆发起义 但是高层领导都归宿在军营里 想杀掉他们 弹劾容易 唯一可以入手的地方 就是念武的律师 先是动致疫情小之以理 但是律师不为所动 并否认念武的一切暴力行径 坚决不肯说出念武等人的行踪 无奈戴尔强行拿走律师的手机 可是手机是视网膜解锁 好吧 挖走他的双眼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律师派出多人和直升机拦截 戴尔团队在逃跑过程中 他的二号队员中了枪 二号是远美国FBI特工 之前他被派去截杀念文 在念文控诉哥哥的种种暴行之下 收紧枪口 是最先加入戴尔队友的成员 正在给他做手术的是五号 外科手术医生 在车速180脉摇摆晃动的情况下 淡定的救治伤员 开车的是六号 司机 达到人车合一的境界 车辆间穿行 酷似游龙 戴尔很自然的就是一号 经过20分钟的飙车 几人终于摆脱了追击 就在大家为胜利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们的车迎面撞上了施工队的插车 六号司机当场死亡 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能草草地处理了尸体 任务还要继续 为了不上六号的空缺 戴尔找到了之前 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狙击手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发现了可疑车辆进入军队 多次请示开枪 由于领导迟迟不敢下命令 最终车辆爆炸 导致他的十几个兄弟被炸飞 他因此愧疚一度 患上恐惧症 从此他不敢再开枪 选择退役 在戴尔的游说下 他跳跃自杀完成假死 成功加入到戴尔的队伍 为了纪念六号的牺牲 他成为了戴尔队伍的七号成员 他们通过律师的手机 掌握了四位将军的行踪 近期 四人将在拉斯维加斯某酒店约见军火商 购买两吨美国最新研制的沙林毒气 交易一切顺利 随后更是在这里大肆庆祝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在鬼影特工团的监视下 兄弟们精湛的枪法 没有过多周折 就解决了三个将军和军火商 找到大将军的时候 他正在做羞羞的事 看到直枪走进的鬼影成员们 瞬间贪软 并说出了念门的关押地 就在中国香港的霓虹大厦顶层 做了多难的大将军 最终难逃一死 完成任务后 三号到养朗院看望母亲 贪眼让母亲知道 自己现在做的事充满正义 三号本是一名杀手 当他杀死一个男人时 才发现 这个男人还有一个小女儿 本来就失去母亲的孩子 此时已经成为孤儿 女儿清澈的眼睛 让他内心充满罪恶 他决然地放弃了杀手职业 加入到戴尔队伍 另一边 念武得知四位大将 被杀很是愤怒 鬼影特工们做事不留痕迹 念武至今都不清楚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砍掉他的臂宝 但是四将军的死 最终有可能获利的 就是他们的副将 宁可冤死 不可留后患 他将副将扔下大楼 特工团出发前往香港 解救念文 给大家介绍一下字号 这个帅气小伙 最擅长跑酷 飞檐走壁 动若脱兔 在高楼大厦间穿松 如履平地 人送外号天行者 他和团伙在一次珠宝展会上 偷走了价值连城的保石项链 就在准备撤退的时候被发现 危机关头同伙放弃了他 导致他从高楼坠下 戴尔救了他 成功将他收拢在自己旗下 四将的死 让念武如芒在背 寝食人安 他找到被囚禁的地点 给予警告 即使念文在自己的控制下 生性多异的他 也不得不亲自前来确认 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答案后 离开了 不久 鬼影特工们赶到这里 准备营救念文 他们准备在15分钟内 解决战斗 5号医生打扮靓丽 来到大厦前厅 丢下一颗含笑斑木颠 闻到气味的人 都躺在地上大笑不止 一名工作人员强忍大笑 按下了报警器 被5号打晕 2号和3号也来到了会场 7号藏身在宫殿的吊塔之上 负责给全队侦查状况 并且随时可以提供火力援助 4号利用自己的跑酷技能 来到楼顶 成功将吊锁连接在两楼之间 为后撤做好充分准备 这时候负责观察的7号 发现有保安前来楼顶查看 无奈 4号只能暂时藏身在楼顶的游泳池里 保安迟迟不敢离去 4号已经在水里憋了两分钟之久 再不换气呼吸就会被憋死 关键时刻 7号一枪把游泳池打个小洞 减了4号的燃眉之急 在戴尔的指挥下 2号3号乘坐电梯 一路向上来到90楼 毫无垂回之力解决了这里的保安 4号也顺利的破窗而入 拉起念门就走 但是情报似乎有误 这里的保安远比想象的多 就在这时警察也赶了过来 一时间几人撤退成了最大的问题 前有大量保安 后有警察围堵 几人被迫抬到天台 眼前的形势显然已经成为死局 关键时刻 7号灵光一闪 想到了办法 他通知几人找地方稳估自己 随后连开竖枪 打碎了楼顶的泳池 轻可见泳池如同绝地大坝 毫无防备的保安 随着巨浪被冲走 整个大厦犹如瀑布非常壮观 成功为几人制造了脱身的机会 楼下由警察围攻 只能选择走天行者的吊锁 念闻恐高 说什么也不肯下去 3号拿他没办法 戴尔没有过多废话 直接把他推了出去 几人也随着吊锁 来到了还未竣工的大厦 不明所有的念闻 落地就想逃跑 被3号还变一顿 好在戴尔及时制止 而4号天行者 则错过了最佳的撤退时间 吊锁已经被毁 他只能在吊塔上狂奔 凭借自身的跑酷技能 在各种阻碍面前 辗转跳跃 功夫堪比端语的凌波微步 但还是被赶来的保安 逼至大陆边缘 戴尔及人只能先开车离开 路上遇到警察拦截 就在犹豫要不要冲过关卡的时候 念闻大喊 自己被绑架了 3号看事情不妙 开车就留 多辆警车在后面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候 追击4号的保安 对着他扔下了一颗手榴弹 可能是4号运气比较好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炸毁了边上的铁架子 正好砸在了追赶戴尔的警车上 变相的帮了他们一把 但4号始终不能脱身 戴尔为了大家安全 他不愿意再一次看到队友去死 情急之下 用枪逼着戴尔返回 看到4号马上就要被胖保安打下楼 7号精准的瞄准 打死了胖保安 一行人全部安全 念我快被逼疯了 又是毫无线索 即使监控拍下几个人的样子 还是无迹可寻 他们没有任何身份 诡异般的存在 经历此次截战 大家更想一家人 大家再也没有隐瞒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老大戴尔还是固执地隐瞒下去 距离亡灵节还有4天的时间 他们乘坐飞机返回土耳其斯坦 4号徒手爬上了国营电台 安装了换频器 2号和3号乔装打扮 在念武的雕像前安装了炸弹 戴尔和7号西装革里 走进国营发电厂 这里负责给所有国营电视台 和供电输送电流 两人骗过这里的管理员 成功地植入了病毒 亡灵节当天 念武的星星作态 还没有来得及发挥 镜头就被切换成了念文 念文致词 诚恳地向民众诉说了 念武的暴力统治 山洞被长期压制 受尽苦战的群众闹革命 听到这一消息 全国人民都振奋了 所有人都高呼着 有幸在大街上 一场全国性的反抗 即将拉开帷幕 戴尔按下遥控器 念武的雕像被炸成碎片 似乎在预示着他的时代 临近灭亡 他再次动用武力镇压 却在全国民众前如同蝼蚁 念武眼看事情不可控制 夹着尾巴逃跑 要求下属派战斗机前来接应 逃跑的路上 念武就像过节老鼠 群众把破鞋烂袜子 丢向他的车 他从未顾及过国民的性命 开车直接向人群碾压过去 向自己的防弹堡垒赶去 可堡垒却被鬼影特工门破坏 无法启动 狗急跳墙的念武 决定在学校 医院等关键地方使用毒气弹 夺走国民的希望 在场的将士们 对念武毫无人性的命令 犹豫不决的时候 念文赶来 简单讲述就稳定了将士们 稳稳的拿回了兵权 战尔这边和念武的保镖 打得正热闹 对方人数众多 眼看就要寡不敌众 战尔按下墙瓷干扰的开关 在场的人 只要身上有铁 就会被吸附在墙上 即使他们本事再强大 也只能变成人肉靶子 而鬼影特工们 早就把传统的枪 换成了陶瓷枪 一个反应比较快的保镖 发现了战尔手里的遥控器 两人争夺中 不小心按到了爆破开关 船体发生了爆炸 护送下逃跑了 就在念武的皮艇 如同一叶孤舟 飘荡在海中的时候 直升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念武自认为得救了 还在发号施令 念文摘下了面罩 鬼影特工们没有立刻杀了他 飞机来到念武 曾经投放毒气弹的地方 将他扔了下去 早就得到消息的难民们 早就准备好了棍棒 他一落地就被围攻了 自己种下的恶果 成了他最终的报应 土耳其斯坦 也将随着念文的上位 掀开新的篇章 鬼影特工们以自己的力量 拯救了一个国家 他们像战神一样 神圣而伟大 不久我们可能还会 在哪个不平等之地 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鬼影特工上映于2019年 很值得观看的一部动作大片 这个片子看到一半 就觉得针对性很强 双片元素齐全 年轻人最喜欢的 快节奏剪辑 传统爆炸追车也不少 可以说是良好的消遣对象 动作场景还是符合大片指标的 展现了好莱坞工业体系 文明该有的水平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观看原片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